上一个视频说道 西戎入侵岗晋 将岗晋变成了一座死城 周游王被杀 前太子既就登上王位 他就是周平王 岗晋经历了一场浩劫后 肯定是不能做都城了 于是周平王想到了周武王当时看中的都城洛伊 就这样周平王带着周王室一路东迁到了洛伊 这也意味着西周时代彻底结束了 而东周的建立 也是春秋时代的开端 周平王是个不幸的君主 从他开始 周王室的地位遗落千丈 虽然保有天子的名号 但实际上已经完全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权 周平王在位51年 这期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郑国的崛起 郑国与东周王室血缘关系是很近的 郑国的第一任君主郑桓公 既有是周立王激活的儿子 周平王死后 周桓王继位 这个时候郑国的君主是郑庄公姬悟生 姬悟生在历史上知名度非同一半 原因是他干了两件大事 一个是他和他母亲争权夺位的恩怨情仇 一个则是和周王室争夺领地 还设了周桓王一件 要说郑庄公的母亲吴江也是一个传奇人物 吴江并不是他的真实姓名 只是因为他的夫君是郑武公 而他自己来自申国 姓江 所以后人称他为吴江 因为吴江生长子姬悟生的时候 突然难产 差点母子双亡 因此吴江特别讨厌这个儿子 等到吴江生次子供书段的时候 非常顺利 所以吴江把他全部的母爱都给了小儿子 因为姬悟生是嫡长子 所以郑国太子的位置非他莫属 但吴江很强势 执意要干政 逼着郑武公废了姬悟生 改立贡输段为太子 贡输段从小在母亲的溺爱中长大 就是个典型的二世祖 郑武公必然不可能将王位传给他 最后姬悟生还是有惊无险的 成了郑国的第三任国君 即使这样 吴江还是没有放弃拉姬悟生下马的念头 于是他将贡输段封在外地的大椅 悄悄的招兵买马 自己则坐镇宫中 等时机成熟 母子俩理应外合将姬悟生拉下王位 据史料记载 吴江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企图 非常利有的太后 后世的都以防不喜欢长子留起 想立幼子留武 所用的方法几乎是照抄吴江的 吴江想要干什么 姬悟生先知肚明 他拒绝了吴江为贡输段请封致义的请求 因为这一地势险要 粮草充足 进可攻 退可守 这种地方可不能封给贡输段这种有狼子野心之人 最后吴江将柚子送到了京义 开始暗中招兵买马 对于吴江的打算 吉悟生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这个时候的他又很矛盾 一方面他怨恨母亲偏心弟弟 基于他的国君之位 另一方面又渴望母亲能悬崖勒马 能分一点点母爱给自己 表面上贡输段在京义招兵买马 但整体实力完全不能和吉悟生相比 虽然说如此 吉悟生还是暗中不好了局 只等贡输段起兵造反 这样他就能占据道义上的优势 最后这场战争并没有打起来 贡输段就不是个能成大事的人 他组建的那支军队 在政军还没到之前就坐鸟兽散了 贡输段最后北上逃到了贡国 下落不明 也有一说是被吉悟生的军队杀死了 吉悟生对武将可谓是又爱又恨 贡输段死后 吉悟生将武将关押在城影 并带给他一句狠话 不及皇权 不相见眼 但吉悟生太渴望母爱了 在郑国大夫营考熟的调解下 最终母子俩还是和解了 再来说说郑庄公和周王氏之间的扯皮大战 算起来吉悟生是周平王姬 移旧位出武服的堂弟 但是姬就比吉悟生大了25岁 早期这二人关系还是不错的 因为吉悟生的父亲郑武公是周王的左倾氏 相当于后世的宰相 这个周朝的宰相是可以世袭的 所以郑武公死后 吉悟生自然的就接了左倾氏的位置 随着郑国实力强大起来 姬移就为了限制吉悟生的权利 想要西国国的国君积既富出任又倾氏 以此来制衡吉悟生 吉悟生这个人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直接质问周平王是否要废了他的左倾氏之位 因为从小和母亲的关系导致吉悟生这个人非常的阴郁狠辣 连同胞弟弟都敢杀了的人还会在乎这八杆子打不着的堂兄吗 并且此时郑国实力强大 而周王室实际上已经没什么权利了 吉悟生压根就不怕周平王 吉悟生步步紧逼 周平王只能忍气吞声 没办法周平王只能做了一个荒唐的决定 周王室与郑国互派人质 这就是春秋史上著名的周正交质 交换人质后不久 姬依旧就寒恨去世了 由于周太子姬谢父早死 所以姬谢父的儿子姬林继位 也就是周桓王 年轻气生的周桓王梦想着恢复西周时代周王室的尊严 直接就取用了西国公 这可把郑庄公气的够呛 于是在周桓王即威这年 两次派军进入周王室的领地 割走了成熟的道谷 自此周正关系持续恶化 一直到虚隔之战 这是王室与诸侯的大决战 王室赢了或许可以重整旗鼓 如果败了 那就永无东山再起之日了 但是论实力 这时的周王室哪里有和郑国对抗的能力呢 毫无疑问 郑国胜利了 周桓王还被射了一箭 这也象征着一个诸侯争霸时代的来临 周王是从政治中心走向边缘化 其实已经等同于一个诸侯国了 这一战彻底击碎了周桓王的雄心壮志 十年后 再为二十三年的周桓王去世了 儿子周桓王继位 说完了郑国的事 我们再回头来说说齐国 齐国的开国君主是大名鼎鼎的江子牙 之前的视频已经说到过了 江子牙将自己的政治智慧拥在了齐国的政权建设上 一直到春秋初七 传了十三代齐后 齐国几乎都没闹过太大的动静 一直到齐西宫江陆府 情况发生了变化 这个江陆府和钱文说到的 姬务生同是春秋小霸 盛名在外 而江陆府让后世记住他的 不是他的春秋霸业 而是他那几个宝贝儿女 江陆府的一个儿子 也就是后来的齐乡公姜朱 还有两个女儿宣江和文江 宣江嫁给魏国太子姬姬子 但被在魏的魏宣公看重 强行抢走儿媳妇 立为夫人 魏宣公死后 宣江又嫁给齐儿子姬晚 生下几个女儿 这故事方在现代 都是让人惊掉下巴的事 宣江的故事已经够让人震撼了 他妹妹文江可以说是 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 宣江乱伦好歹也是外姓父子 这文江乱伦直接乱到了 自己的亲哥哥身上 文江最开始定亲的对象 是郑国太子姬呼 也就是姬务生的儿子 探成亲钱 几乎突然表示要退了这门亲事 给的理由是 郑国是小国 齐国是大国 他告盘不上 这也是著名的成语 齐大非有的由来 但以当时郑齐两国国力来看 郑国并不逊于齐国 这只不过是几乎的一个借口 那几乎为什么会突然悔婚呢 最有可能的一个原因就是 几乎听闻文江与亲哥哥 姜珠儿的风流韵势 不想将这个丧门兴娶回家 文江被退了婚以后 被齐熙公嫁到了鲁国 嫁给了鲁国国君鲁桓公姬允 姬允对文江非常重义 将他娶回家做了鲁国夫人 史料记载 姬允是非常疼爱文江的 婚后第四年文江生了一个儿子 名为姬童 这也是后来著名的鲁庄公 要是日子就这么过下去 也不至于将他拿出来说 本来文江嫁到鲁国后 也没什么机会再与兄长接近 结果鲁桓公十四年 将陆府去世了 将诸儿继位 这让文江又开始燃起了希望 将诸儿继位后第三年 迎娶周庄王的妹妹做夫人 以此事为借口 请鲁桓公来齐国为他主婚 如果是国家公事 机运可以不带夫人前去 但是这是个人家事 于情于理都应该带上文江 其实文江这些个事情 大家也都心知肚明 所以鲁国大臣都强烈反对带文江去齐国 机运也并不想带他去 但最后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机运还是带上了文江 这时的机运还对文江抱有希望 想他能够悬崖了吗 及时回头好好和他过日子 显然文江并没有领会到丈夫的良苦用心 果然这两兄妹一见面 就迫不及待的重温了就吗 这让机运无法再忍了 对着文江大发雷霆 在机运看来自己对文江是真的掏心掏肺了 当年文江被几乎退婚 基本可以说是嫁不出去了 但是自己艰难了他 还封为夫人 可以说是拯救了文江 而对文江来说 机运是破坏自己与哥哥的罪魁祸首 恨及了他 机运对文江发了一通脾气 更加激化了文江对他的仇恨 转头就找江珠儿哭诉 于是这俩完全没有道德底线的人 开始密谋杀害机运 公元前六百九十四年 将珠儿打着国宴的幌子 请机运赴宴 这可以说是最早的鸿门宴了 但当时并没有鸿门宴一说 显然机运低估了这两人的恶毒 还是吊意清心了 在宴席上醉成一滩烂泥 结局可想而知 机运被大力士彭生折断肋骨 吐血而亡 鲁环公死在了齐国 鲁国上下皆知是何原因 但碍于齐国的强大 不敢作为 只能要求江珠儿杀了彭生 新任鲁公鸡同痛恨自己的母亲 与他断绝了母子关系 文江最后狼狈逃回了齐国 当然他的下场也很惨 八年后死在了齐国内乱中 再说到这次齐国的内乱 这还要往前说到江陆府的时候 江陆府最偏爱的人不是他的儿子们 而是侄子江无知 在江珠儿还是太子的时候 江无知在官场上的地位 就严重威胁到了江珠儿 这也让江无知一度感觉到 自己能登上齐国君主之位 但最后江陆府大宪将至之时 还是将齐侯的位子传给了江珠 这让江无知陷入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本来已经无限接近了那个位置 一直也仗着江陆府的宠爱 目中无人 结果最后一场空 还要面对新国君的刁难 这让江无知非常的煎熬 时间来到了江珠儿统治的第十二年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事 让江无知感觉到了转机 江珠儿将齐国大副联称 和管制副派到魁丘助手 并向二人承诺 等明年瓜熟的时候 就将他们调回林子 老话说均无戏言 结果一年后 江珠儿拒绝了他二人回渡城的请求 这下把这两人激怒了 这也让江无知看到了希望 于是他们三人秘密结成同盟 开始谋划政变的借口 很快便被他们等到了机会 江珠儿去被丘打猎 碰到了一头奇怪的猪 体型庞大 应该是头野猪 离奇的是江珠儿身边的一个侍从 莫名其妙的来了一句 火军快看 这不是一头猪 这是彭胜 彭胜是谁啊 前面说了是江珠儿命其杀掉鲁桓公 最后又将他杀人灭口的那位大猿种 江珠儿听了毛骨悚然 这个阴谋可不能被捅出来 赶紧就要杀住灭口 结果这头猪被剑射中后 前提突然离地 站了起来 冲着江珠儿发出凄厉的惨叫 江珠儿本来就心中有鬼 这一下一喊 吓了一大跳 不小心从车上栽了下来 把脚扭了 鞋子也丢了 着急忙慌的逃回了林子 但他这一回去 等待他的就是黄泉之路 江珠儿丢了鞋子 回宫后把怒气发在了管理衣服 鞋帽的四人肺身上 打了他三百鞭子 这四人肺也真是奴性深重 莫名其妙被赏了三百鞭子 在叛军杀进宫后 还义无反顾的保护江珠 他先是欺骗了江无知 说自己要投靠他 并且给他看江珠儿上的鞭子 取得了江无知的信任 然后拍着胸脯保证自己进宫 去把江珠儿的人头割下来 献给江无知 这江无知也是蠢 竟然信了四人肺的鬼话 都已经杀进宫了 一堆人还在门口等着 一个侍从去取江珠儿的人头 也是让人无语 四人肺回到江珠儿请宫 赶紧将江珠儿藏在了门后 又让另一个侍从梦扬 穿上江珠儿的衣服 蒙上被子 以此混淆叛军 这一耽误 江无知这才明白 自己上当了 赶紧带着叛军赶来 江无知闯进请宫 看到床上有个人 真以为这是江珠儿 回到一通猛砍 这真的是有脑子的人干的事吗 叛军都攻进来了 居然真的会以为江珠儿躲在床上等死 真是奇也怪也 最后自然是发现并不是江珠儿 要说四人肺还算是聪明的 直到江江珠儿藏在门后 而不是床下 但是他忽略了 江珠儿刚刚才扭了脚 时间长了根本站不住 这才被江无知发现了破绽 江珠儿最终还是惨死在叛军的刀下 将无知自立为王 但可能是没有做王的命 这王位坐了才两个月 将无知就在雍临打猎之时 被雍临的人马突袭 稀里糊涂的就这么死掉了 就这样 齐国这次内乱就这么结束了 齐国也迎来了一位明君 齐桓公 下一节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春秋第一霸齐桓公 所以我会重新移位 让我们寄订出了一位 这边准备的挺好的 但是我们就来说这个春秋 这边的领史来说